犯罪第一件事情是得罪神 而且你是得罪的那个圣洁 清漫不得的神 犯罪也是伤害了 那个为我们留学神秘的耶稣 我想这些的经文 包括我在基要神学里面 因为实在很多 大家回家可以去看 但是从这个罪的角度 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能够再一次的refresh提醒 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人有一个常情 就会用大罪小罪去看自己 地上的法律也是这样子 有大罪有小罪 有重罪有轻罪 对不对 所以法官判刑是根据你罪行的大小 但是神审判罪的时候 是根据有没有罪 是不是罪 所以大石头小石头 丢到硫磺火壶去 它都会沉到硫磺火壶里 它没办法逃避硫磺火壶的审判 除非我被主接近 大罪小罪 重罪轻罪 对人造成的影响 的确有大小之分 对人造成的伤害 对教会造成的伤害 的确有大小之分 但是旧的罪恶的本质 本身 它在神的面前是惹神愤怒的 大罪小罪都一样 都是得罪神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这个罪只是小罪 杀个谎算什么 在神眼中是大事 因为你把你自己 放在魔鬼的底下 因为撒谎的 魔鬼就是撒谎之人的父 这是耶稣说的话 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看 要知道所有的罪 是sin against God 我得罪的不是得罪人 我不是只是骗了他 他不知道被骗 你其实是sin against God 所以这是我们在 对的罪的事情上 我们一定要正观念的 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 不要以为我还可以隐藏 不要以为我再多一点点 我就出来了 有人说外遇的事情 没有人是自己走出来的 都是被揭发而被阻止的 或是恶化了 你就以为没关系 再隐藏一点 再多一点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就是会发现 神会让人知道 所以我们对罪 不要弄得一种侥幸 逃避的心态 你一定会去接受 这个犯罪的结果 那我们被定罪 不光是因为我罪的行为 而是因为我生来 里面就有会犯罪的生命 所以我也许家教很好 也许我很小就参加 很好的教会 也许我就有一个健康的家 让我这个罪 罪里面的麻风 没有发出来 但是你怎么知道 哪一天 哪一个环境 哪一个人的出现 哪一个处境底下 因为这个会犯罪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它永远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不警醒地 活在主里面 不靠着主的恩典过日子 我们就可以有 突然来了一个 很大的stumble 像大会一样 这么爱主的人 都可能stumble 都可能有这么可怕的滑底 你不要说我们这样子 所以保罗劝我们 自以为站立的稳 反而要更谨慎 免得跌倒 这些经文 我大概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读了 那就挑一两节读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你今天没有收 你早晚要收 所以千万不要侥幸 那同样的 你希望将来怎么收 现在就要怎么种 就应该在主的恩典里面 要开始不一样 免得我们将来收的 都是恶果